哈喽大家好 主角 这裴青虎已经三千阵服了 然后他的皮肤 街头旋风也是在用皮肤碎片把他给兑换来了 兑换来之后就想看一下他3D视角下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3D视角下的效果 抖啊抖啊抖的 模型感觉设计的还是挺好看的 在这个视角下看起来还不是很别扭 以前罗英雄都是设计的很别扭 现在新的英雄设计起来还是挺好看 我们来看这个慢动作 四方一技能的慢动作是挺帅气的 来一个收工 他这个四方一技能的动作有点像出场画面的那种效果 他这个好像bug也修复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老虎 老虎的样子 变成老虎的样子 这个就是东北虎的样子 这个更像老虎了 不过他的脖子和尾巴不知道为什么要绑个圈圈在那里 这样就表示是家养的 对吧 不是野生的啊 这是他的跑步动作 然后我们来这个假期和女英雄玩一下 这个安琪拉比较矮 找到不用安琪拉了 找到选个花木兰啊 花木兰那个位置比较好看的 花木兰的站姿啊 还有变成人情的话调戏花木兰也是比较好用的 但我这边选了一个安琪拉 个子比较小 重合起来不像坐骑啊 不像坐骑 然后这个手的话 刚好是可以摸到头 如果是花木兰就不一样了 花木兰是刚好可以摸到 大家去看另外一个视频就知道了 那我们今天就不颜色了 如果这个 反正皮肤放了之后还是不错 这个特效没有什么颜色 然后我们和野怪对比一下 变成虎之后 还没有这个豹子 这个野豹的那个个头大 这个野豹都可以直接去当英雄了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重叠起来 双头怪 组成一个双头怪 然后换到这个红霸虎这里来 就感觉有点像是骑着红霸虎 红霸虎骑着这个裴青虎 好 那我们本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请来 欢迎大家继续 用每个视频的观众号为一个解说 至于如何调这个3D模式 大家关注要公众号为一个解说 然后恢复3D 就会教你如何调这个视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